耶稣讲了很多的话 跟我们的佛法都是有关的 我常常讲 耶稣基督是师尊的Guru 我们不能说 我们信了佛 就把耶稣基督给他放掉 没有这回事 只要师尊归过的师父 师尊都是很尊敬他 今天坐在教堂里面 师尊就跟大家讲 耶稣基督 他是我的Guru 他启发我很多的这个 学佛的这种动机 耶稣曾经在我的卧滩面前 发出他白色的光 显现出来 他跟我讲 你便没有背叛我 因为你的心里 还有耶稣基督 有我这个Guru 在 你的心里 还是有我这个Guru在 你走的路 跟我走的路 是一样的 所以师尊所学习到的 耶稣基督的慈悲 他非常的慈悲 他所度的众生 都是一般的人 他没有度很多的高官 或者度所谓的那时候的宗教领袖 跟所有很多的高官 他都没有度 他度的是遗夫 是平常人 做生意的 甚至于做这个陛下的人 耶稣最谦虚的地方 他的门徒坐在那里 他说今天 我跟你们洗脚 有哪一个 有哪一个这个师父跟弟子洗脚 耶稣曾经拿着水跟布 给他的弟子 每一个弟子洗他们的脚 这是耶稣本身的 所谓的 陛下 他不是高傲的 他是很陛下的 像现在这个 天主教教中 对 他也跟 建议里面的囚犯洗脚 同样的道理 他是在写耶稣的精神 他是贵为教宗 天主教教宗 但是他也跟 建议里面的囚犯洗脚 他是学习耶稣的精神 耶稣的精神 对任何一个人 像世尊一样啊 世尊对小孩子都很好 每一个小孩子都是师尊的宝贝 有时候门徒的那些弟子啊 带着小孩子来 那么很吵 在耶稣面前很吵 但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讲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持尊也是在学习 耶稣的精神 你看我在台湾的一项事 对每一个小孩子 我都先亲他们的 先亲所有的小孩子 再给所有的大人摸顶 先给小人亲一亲 再给大人摸顶 不一样是不一样的 耶稣讲过一句话 右手做的善事 不要让左手知道 这是非常伟大的 这是佛教的三轮体空 右手做的善事 不要让左手知道 这个就表示什么呢 我们不要把做善的事情 放在你自己的心中 做善本来就是应该的 行善本来就是应该的 为什么你要把它放在心中呢 你是要荣耀自己啊 不对的 人不能够有自己 有自己 你就变成自私哦 你要为公 我们今天弘扬佛法 是为了佛菩萨 也不是为佛菩萨弘扬佛法 也不是为你自己弘扬佛法 我们是为宇宙的 整个西空的度化 去弘扬佛法 怎么可以为自己弘扬佛法 不行的 那个是错误的 所以右手做的事情 不要让左手知道 我还告诉你们一点 耶稣啊 曾经讲 人家拿走我的外衣 我连内衣都给他 那个是完全一种牺牲的精神 他没有自我 所以他在最后的哥哥山上 那个叫哥哥他 哥哥他的山上 在跟上帝祈祷的时候 他是这样子讲 他是讲说 为了上帝的荣耀 他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为了众生 他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当我被挤起来的时候 我的光芒将照耀全世界 他的意思是这样讲 当我被定十字架的时候 十字架挤起来的时候 他的光芒会照耀全世界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丢掉了钱 没有关系的 因为钱是怎么样子 不是你自己用 就是别人用 只有这两个用途 同样都是用 同样价值都用 那就可以了 丢那钱也不用伤心 反正别人会帮你用 钱不一定说要到你身上 到了你身上 你将来做三事 还是要布施自己 钱也不是永远是你的 耶稣是认为 他自己的身体 不属于他自己 他可以把自己身体的血 跟肉 跟他的生命 去清净所有人类的 原来的罪 去洗清所有原来人的罪 他是牺牲自己的 给你跟血打 发现了 他就会发现了 它在你的血迹 发现了